是因為這天氣的影響 主要讓雲林和家裔所在的地瓦 和地磁邊主要來發措 現在農政大會是提前農民 真的要看來很好放在地的工作 比較不會影響到阿伯的修行 區塊的話就是感染到到致病的病症 來到地磁邊發措嚴重的地方 可以清楚看到地瓦休 外觀性加密室一點點 這就是修稱的地磁邊 受傷的發生在前面坐過後 因為去雲火星 我們還剛才遇到漏雨天氣 但是沒有做好風地以風 對岩中以風地就有特殊的身材 有著要提起六名家裔中的風地 同時另外也來現場看到 看到地磁邊已經有考慮的現場 在那邊要讓農民第一時間 要趕緊用油仔治療 其實也不然用兩行陰水灌溉來做技術 我們在田間管理部分的話 我們就盡量少用氮素肥料 然後我們在當這個病症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夫妻農民可以用進水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田間的管理的話做得最好 兩位林安表示 因水到地方橫三至五公分 就能讓地瓦不會這麼熱 僅僅在地磁邊的發作 不過因為今年起雲比高空話變熱 在地磁邊的技術最近才沒問題出現 雖然科技還會更嚴重 也讓農民要做好風地的工作 才不會應用到日後的修行 接下來我們希望國內報道